166 《都市日報》 茶餐廳一樣可以低熱量 2015年7月27日新聞 P 14 新型深型吾要分港式茶餐廳 是香港的一個特色,也滿在不少香港人的回憶 但是茶餐廳食物很多都屬高熱量,令很多喉嚨動落裡 必有因此而確保,其實要享受港式茶餐廳氣氛 也不一定要涉入過高熱量的 關鍵就在食物和烹調方式的些少改變 今天就讓我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建議吧 以最常見的常餐為例 通常包括沙丁牛肉即食麵 五香肉丁即食麵 火腿醃裂 餐包 以及一杯飲品 要降低熱量,可以把沙丁牛肉即食麵 五香肉丁即食麵 改為瘦炒燒湯米粉 意粉 莓米線 或者雪菜肉絲米粉 火腿醃裂 改為合蛋加火腿 餐包的牛油 改為低糖果醬 飲品不用白砂糖 改用代糖蔥條 例如咖啡小奶酒奶 檸檬茶 檸檬水 等等 喜歡吃粉麵 的朋友 可選擇海鮮湯烏冬 白魚蛋米線 等 至於近年香港人愛吃的片頭米線便可面則面 因為片頭經過油炸的面積大 吸油量多 熱量亦因此比白魚蛋高出很多 茶餐廳特色不單在食物 更在獨特的環境 氣氛 以及大家的回憶 只要在食物和烹調方式做一些改變 大家一樣可以享受茶餐廳的感覺 營養師食物及營養科學學士 中文大學 心理輔導學碩士 香港大學 www.facebook.com Taxi Nutritionist Kathy .